每天有这么多新闻都听懂了吗 听新闻不只听热闹还得听门道 让董志森带你搞懂所有新闻 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欢迎收听飞碟午餐董志森时间 我是董志森小董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 以后我在这边为大家说新闻 今天台湾最大的事情 都发生在台南市 台南市的蚊子很多 造成登革乐每天都破百 讲起来其实让人很心酸 台南市 几乎是台湾数一数二最利的 今天上午赖庆德到议会 两百三十几天 总算进议会了 为什么 自己解套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台湾民主最可悲的在哪里 利盈的人做什么都可以 蓝营的人做什么都不可以 蓝营的人比照利盈做任何事情 马上就死掉 死翘翘 台湾社会最大悲哀就是 我们的价值 或者我们都受到了整个扭曲的媒体 他所主导的言论 各位想一想看 如果 赖庆德做的这个是北人做的 是国民党的一个县市 就讲 就讲苗栗好了 对不对 苗栗财务这样 那议会要求 县长 你来报告啊 徐耀昌你来报告啊 我不要进议会 可以吗 不可以 这是违反 一般的民主 法则 市政委要受议会监督 这是 这是天经地义啊 赖庆德讲了半天 赖庆德这个人 我本来就很不词啊 我非常看不起他 我看不起他 你如果常听我节目 你就知道 他讲两岸直航 他在立法院开始 两岸如果直航 就是让中共 解放军 直接可以进入台北 木马土城 我欢迎等一下大家 Google或Yahoo上网看 选赖庆德 木马土城 新闻就出来了 当初他讲话的嘴脸是怎么样 结果他当台南市长 希望中国 他们的观光客 大陆观光客 尽量到台南 然后自己还跑到大陆去行销 各位那两种嘴脸 我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各位朋友 小总觉得一个人就是要有格啊 譬如说我很看不起蔡康勇 各位想说蔡康勇又没得罪你 他没得罪我 但是他们缓胡茂 缓越克华这些人 我的直接想缓 你就不要做大陆生意嘛 你们每天到大陆去赚钱 还要反这个反那个 不是让人看不起吗 对不对 陈森我一样看不起啊 斜斜文创的习丽玲 我也看不起啊 看到陈一年来急功哈腰 硬拗着陈一年去他的斜斜文创 然后说哎呀 我支持学生反无貌 这种人我看不起就在这里 因为你两种态度是 是跟自己的人格有关嘛 我讲话就 就是这样 所以 各位朋友 我们不用小看这些人 像九把刀这种人 跟不值得评论 对不对 作品拍电影都要去 都要去中国大陆演 而且台湾电影 能够去中国大陆演 去赚钱 完全是因为马英九签了 他一边赚钱 一边骂马英九 反对这个反对那个 我觉得这些人 让人家觉得看不起 就是看不起在这里 你是借着马英九 专一一兜 然后在那边骂通骂西 马英九他们好像都在卖台 我小总讲话 就这么回事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现在赖清德 把蚊子养这么多 养到现在没办法收拾善后了 很多人的薪酬就会 就会出来说 哎呀你 你蚊子都治不好 你意会也不弃 那你是什么神 你这种神已经让人家 看破了 各位朋友 全台湾 我跟各位讲 当医生再当首长 只有两个啦 两个都当不好啦 对不对 一个就是贪污大王 柯文哲 一个就是号称公卫专家的 赖清德 赖清德的副市长叫 颜纯走 也是医生啊 很荒谬 颜纯走说 哎呀 看哦 过去 登格勒在高雄 他的死亡率只有八千分之一啦 颜纯走讲的 他说 你们这些人去讲赖清德这样 那是为了政治啦 赖清德被 被人家批评是因为政治啦 哎 死那么多人了 那么多人感染了 今天颜纯走 跟赖清德两个都是医生 讲话没费没膜 各位朋友 前台湾 哪有一个县市 市长跟副市长都是医生的 只有赖清德主持的台南市 啊他们干了什么事情 他们把文子都招过来了 过去文子最多是 陈吉耶 高雄市耶 结果 有什么办法 网络还有一些 不支持的网金啦 因为看到民进党就下跪 舔脚趾头嘛 哎呀 那个因为蓝布很热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不能骂他 那屏东也很热啊 屏东比台南热啊 对不对 啊屏东为什么没有 很热 碰到赖清德 碰到民进党就要去开脱 让人家看得真是摇头 我觉得我们的网组里面 像这种脑残的人非常多 但是各位朋友 今天看到赖清德进入了议会 大家都报很大新闻 其实赖清德这种 这种人物不值得议题啊 我跟各位讲 整个民进党挺他 这个民进党才是丢脸的党 整个民进党挺他 你知道吗 所以啊因为李全教 被检察官起诉就怎么样 各位我请你去查嘛 嘉义的议长 前任的议长 陈振达我认识啊 阿达 他不只 被起诉啊 他当议长时候就一审 二审都有罪啊 他是民进党籍的哦 那你为什么要进议会 李全教只是被提起公诉而已 华院还没判 华院判一审二审有罪的阿达 还是民进党籍的 那议会不是就不要开了 可以这样吗 你两种标准不是很清楚吗 碰到自己党的 那政府还是 县政府还是要照样去背刑 有这个道理吗 所以我讲台湾社会最可悲的就是 有些人 媒体司法 对利盈的人都好得不得了 好到让人家看不下去 各位台北要卖悠游卡 你去买了没 很多人问我说 都放波多野决议就已经陈定级了 陈定级了 今天如果 幼游卡董事长是连胜文 市长是郝龙斌 今天台湾只有一种声音 连胜文下台 郝龙斌道歉 我跟各位讲 今天市长是柯文哲 幼游卡董事长是代记钱 就很多人出来听 哎呀马航酒 他们过去也有这样 那不是啊 各位不要 你不要听那些 让人瞧不起的人 在那边讲东讲西 那是一个认同卡 你知道我过去 有三张悠游卡 我过去有三张悠游卡 现在我一张把它缴回去 就是那个TVBS公司给我的认同卡 里面有 里面有 幼游卡 这张卡 进TVBS可以刷卡 哪些门 它有限制 你是什么身份 哪些门 你 晶片给它刷一下 就 那个门就会打开 就这样啊 那我现在 有两张卡 有一张是比较 特殊的 因为这张是 我的好朋友 那时候 邮 欧俊德啊 他在上面签字 所以那张我就不用 因为他那时候当 悠游卡公司董事长 我给他签名 那张其实也没有价值 里面大概只有 一二十块 但我讲说 他有点记忆性质 那我自己用的那一张 就是平常在用的 我们一般人大概都 有两张悠游卡 左右啊 为什么 这是根据统计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悠游卡已经卖了四千五百万张了 平均大概一个人两张啊 当然其实多数的人是没有 没有 没有拥有悠游卡 因为他可能在中南部 或者阿公阿嬷在那边 所以真正你在大台北 可能多数的人都有四五张悠游卡 有的是用来收藏 有的是认同 有的是觉得好玩 那 这个悠游卡 他的普遍性 五眼活界啊 各位 他的普遍性 他不限年龄啊 不限年龄 他最大的特性就是不限年龄 如果他是一个商品行销 未言先轰动 那台北悠游卡公司 他促销成功了 但是我们不是到谁或不到谁啊 今天如果给小孩子 好不好 因为他不限年龄啊 各位我们很多东西是限年龄的 对不对 我们很多卡 跟金融有关了 因为他悠游卡是一个属于金融卡的性质啊 他等于说里面是有钱的 合不合适给小孩子 其实大家要来讲这一部分 第一个 他是政府 占40% 他的董事长也是柯文哲派的 等于说他是政府派的董事长 第二个 他是公益 他赚的钱是要标榜公益 适不适合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多人说 不要假到谁啦 你爱买的人就去买 那可以啊 那把Porto H1的AV影片 把它放到超商卖啊 你爱买的人你就去买啊 对不对 不爱买的人 讨厌他人就不要买啊 可以这样吗 今天这是一个 一个政府 主导的公司 然后主导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你要从这方面来看啊 所以 我跟各位朋友讲 今天如果 他是连益圣文 早就被轰下台了 今天 业后卡公司董事长是连益圣文 早就被轰下台了 前台文只有一种声音 就是你给我下台 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我讲这个 不论你任何党 我讲派大家都认同 大家都会谴责 对不对 连益圣文嘛 当然就 当然就是只有一种声音啊 今天是柯文哲的代季前 我就一堆人出来挺 我看得真好笑 然后就一堆人拿出 诶 人家也有马航酒的 我就跟你讲 马航酒那是认同卡 那不一样嘛 各位 什么叫认同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他卖了 东西他让你行销啊 比如新党二十年党庆 那我去参加了 他们看到我就觉得很高兴 我虽然没有上台讲话 可是很多人看到我就很高兴 他们送我一套邮票 这套邮票可以不可以用 可以用 尤其印的啊 中华邮政印的啊 里面价值不多 几十块而已 可是他把他们过去的活动 那背景是国旗 国户 然后 做一千张的邮票 几十块而已 然后 他们里面一个就送我这一套 就说你看 哇 我们做了 认同的 现在 尤其是 百分之百公赢啊 可是 你可以这样去 要求 说我们做我们自己的 我讲这个 的意思就是说 柯文哲的阵营那些人 还在模糊焦点 故意把那种认同的东西 认同卡的东西 来混淆 政府 公开卖的 不限年龄的销售卡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 你看到这些人 讲东讲西 就是模糊焦点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啊 所以 你有时候看了 他们硬要摆出 形象清新 唯美的 柯多也结衣 你可以看到 各界大家的反应啊 我有时候看 这一新闻 我其实会看到一些 大家比较看不到 现在有人在网络拍卖 所以就卖到四万多了 这一套是9月1号才卖 才要公开拍卖 现在还没9月1号 就有人在拍卖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件事情引起争议 很多记者就来采访 采访以后发现掉了7张 各位 原来台湾记者 除了黑白血 不要脸之外 还会脱窃 台湾记者好不要脸 假借拍悠游卡 叫人家把 柯多也结衣的卡拿出来 然后 趁机 偷窃 偷走了7套 有够不要脸 对不对 记者本身不要脸是天经地义 跟太阳花那些人一样 太阳花那些寡连贤子的 南道女仓 一样啊 他们偷了被抓到 还可以真正有词 各位我讲了 我不怕得罪谁 我真的跟各位讲 因为我讲的都是有评有计 现在偷东西已经不算什么了 对不对 在台湾偷东西 都变成英雄了 太阳花偷了太阳瓶 被抓到 不然赔你十何啦 有够不要脸 有够不要脸 行政院掉了一些傻瓜电机器 掉了一些无线麦克风 通通被太阳花这些人干走了 然后 我们看到记者去拍 记者有过不要脸 看到波多尾结衣的悠游卡就干走了 而且一拿还拿走七套啊 悠游卡公司说我们不追究 我们也不报案 为什么不追究不报案 那是 这个是公家的东西耶 里面台北市政府的公款至少赚40% 你凭什么不报案 然后今天说是记者偷的 所以又给记者拍就不见啊 记者偷了 我小董怀疑是 悠游卡公司的人自己干走了 我过去是当记者的 我认为是你们自己偷走 所以你们不敢报案 你们自己偷走再赖给记者 反正记者形象不好啊 对不对 要不然为什么不敢报案 然后现在人家网拍了 一张四万多 啊我们也不会报 我们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你是真是假 无所谓啊 那我请教你 悠游卡公司以后掉了任何东西都不报案 这是 报了案就是刑事 就是公诉罪 今天你在看到柯文哲的态度 啊代季前我让他行销啊 啊这他自己要处理的啊 啊如果 代季前不是柯文哲的竞险大将 今天会变成怎么样 早就下台了 代季前林小琪都是柯文哲的竞险大将 林小琪那时候当 他现在是悠游卡发言人 过去是柯文哲的发言人啊 竞险总部发言人 他就是出来 讲连胜文装窃听器 而且在电视台 跟黄志贤 同台 还在那边 我们会马上拿出窃听器给你看 结果拿不出来 到节目结束 黄志贤来呛他 你不是要拿出来 他在讲一定拿出来的时候 人家姚立宁他们已经说 不是窃听器 柯文哲就喜欢用这类的人 如果你选举没有帮柯文哲 譬如说你叫李德威 你是内湖的分级长 或者松山 那个心意分级长 或者 你是捷印公司的总经理 然后你这些人在选举时候没帮他的 该滚蛋就滚蛋 就是这样啊 选举有帮我了 你干什么事情 我就 不在意 柯文哲的用人方式完全是这样 各位朋友 今天待机前 这个事情已经搞到这样的 柯文哲立廷 这公司就怎么样 今天记者访问他 他跟李一普的在讲 哎呀这公司我们在40% 这个制度我要打破 你在讲什么 柯文哲 我在问你 民众在问你 你们卖出去的又有卡 上面放AV女優好不好 你觉得这个董事长适不适任 在问你这个你在答什么 你在答哎呀这家公司 我们占40% 这个制度要检讨 你这个叫台北市长吗 你要不要脸啊 我讲哦 我非常鄙视柯文哲就是这样 柯文哲过去还没当市长 台湾所有事情他都可以批评 今天如果联盛文当董事长 柯文哲还在台大当医生 而没有两个都没有说要选举后 柯文哲会记者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会批评什么 各位可想而知嘛 今天自己当了市长 他任命的代替前 当优盒卡公司董事长 记者问他他既然 讲东讲西 就是不讲这个人 适不适任 有议员问他 柯文哲请你回去 问你老婆陈佩琪 适不适合嘛 柯文哲啊我昨天回去很晚了 我太太已经睡觉 我没有碰到她 每天都来这样 那请陈佩琪 每天都在上脸书啊 上个脸书给我们看啊 或者这张悠由卡 就不要放柯兜也结义啊 柯兜也结义说要报恩台湾社会 报恩就不要收钱了 报恩还收收钱 那你让我报一下恩吧 我们把柯兜也结义的照片拿下来 放陈佩琪好不好 他不会收钱了 报恩就不应该收钱 怎么说哎呦我来台湾报恩 报恩你就不应该收钱 我讲这基本的 报恩就要做义务的嘛 啊 你可以看到 我其实啊 想要讨论的不是 南北这两个赖市 耍赖的市长 南北双赖 一个每天在赖上面赖来赖去 结果弄到台北喝黄泥巴水 一个在南部一直耍赖 不进议会不进议会 结果他不进议会 蚊子都进了台南 从高雄跑到台南 他姓赖很会耍赖 南北两个赖市长 赖到最后是什么结果 各位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讨论的不是这两个 这两个人的人品 我早就知道了 我要讨论的就是 台湾社会 我们社会是两个社会 你知道吗 对于他全力支持的 这些人 哇无所不用其极去支持他 哇 柯文哲对 代季前对 波多也结一好 就这样 今天我们 人的价值就在隔掉 我小董前面讲 今天如果是 连胜文在卖 波多也结一的卡 你会怎么讲 你看网路会怎么讲 网路一定把他嘲笑到 哎呀这个 连胜文一定每天都在 看波多也结一的AV片 怎么样 一定是这样朝这个方向去讲 讲他都好色 果然是神猪啦 猪哥啦 我百分之百 小董不用想都知道 绝对朝这个方向 今天晃了 做同样一件事情的人 是柯文哲的爱将 贤己大将 叫代季前 我就大家充满了赞美 我为什么看不起 网路的网友 我骂他们是垃圾 他们的确是垃圾 因为他没有是非 今天賴清德做这事情 他们替他开头说 哎呀因为蓝布很热 那小董讲简单了嘛 那屏东更热 那屏东为什么没有 是不是 那这些蚊子都应该到海南岛啊 海南岛最热啊 各位可以这样吗 啊今天 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其他的县市 国民党执政县市 你们会怎么讲 你们心中充满了党派啊 可是 各位想想看 死了四个人 五个一岁以下婴儿感染 婴儿的抵抗力是很弱的 然后呢 昨天有多少例 现在台南喔 台南总共登革了有多少例 你知道吗 2381例 到昨天晚上为止 昨天一天就多少例 229啊 比228还悲惨 结果台南市政府说 哎呀这个死亡没那么高啦 八千分之一啦 你们是为了政治在斗争 赖千德啦 可以这样吗 小董讲这段 的用意 我觉得大家来 来深思一下 我们台湾社会 碰到利盈的人 都要有人坚持相挺 即使他做错了 这个叫做有是非的世界嘛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讨论相关话题 我是董事长小董 台湾社会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公益的社会的话 就要摒除蓝力 我们只坚持是非 坚持黑白 各位这是 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媒体 是最没有是非的啊 台湾媒体 那两家报纸 是最可耻的 一个老板长得像猪 一个长得像猴子 那两家报纸 那个猪老板 其实 让人不齿的 就是 他的颠倒黑白本事 那活老板呢 活子老板 那更不齿啊 整天搞台独搞得很 很 那种是非跟不用讲 但是 我说 我们 对很多事情 我们 还是要有自己 的看法 所以小董说 那些报纸你都不要买 听听我的非对午餐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我 他们 那些东西我会讲 其他的东西 我会请你自己找资料 Google或雅虎 为什么 因为我这是电台啊 我小董 手上有东西 我没办法拿给你看到 我只能让你 听到 那现在大家都有 智慧型手机 有电脑 或平板电脑 你就Google或雅虎 中时电子报或联络电子报 你去搜寻 把小董讲的东西 新闻找出来 我昨天讲 总春必经 九年后才被 地检署起诉 我说这是非常荒唐嘛 是啊 那他为什么会被起诉 因为他是小咖嘛 他的药厂很大 他很有钱 可是他是小咖 政治上的小咖 政治上的大咖 他就像管碧赢他们 他也提供发票啊 他就没有被起诉啊 啊更小咖的 最小咖的就是马航九的秘书 马航九那群秘书啊 接发票给宜文 通通被检察官还起诉啊 还起诉之外啊 受了处罚之外啊 监察院 还要求 接任的郝隆斌市长 对这些人通常要寄购 所以台北市政府 郝隆斌当市长的时候 对总统府的官员具构 很好笑 这事实啊 我讲这 台湾 南利 不管你在议论 或在司法 他都是一片利啊 但是 我们 当然 你能够听我节目 多数还是人变是非的啊 那少数呢 是要抓我的疑病 在网路上羞辱我的 就说 他们可能是科魂啊 他们每天被我羞辱 觉得很爽啊 腦残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好 看小董有没有讲错什么 或怎么样 我们来对他怎么样 没关系 我小董讲新闻 评良心 今天政治新闻 是什么 国民党主席 年载要往北京 昨天我在电视节目 超康问我说 那你觉得是不适合 我说不适合 当然不适合啊 有中共会做文章啊 我并不会反对 大家去大陆干嘛 但有些实际点是不适合 我偷偷讲啦 我也接到邀请 只是我没有 他们要记那个 我说不用 我也不可能去啊 我也不赞同你们的死官啊 这些年来 我们在讲历史 其实有几件很争议的 这争议是怎么样 就有些人一直反对 譬如说今天上 谎克刚的学生 尤其教育部抗议 然后讲东讲西啊 其实谎克刚这些学生 本来就让人家看不起 小台间我们不理他啦 但是 我跟各位讲 今天 历史上很多东西 我们每天在骂 不是你们讲的算 不是日本人讲的算 日本人说没有南京大屠杀 对不对 日本人不跟未安户道歉 台湾很多人 认为未安户 是自厌的 不是被迫的 包括这些 谎克刚的这些人 但这些人的意见 你说要尊重吗 不要 不需要尊重 完全不需要 你说欸 小董你对别人少数意见 你也不尊重 我不尊重 因为 因为他们是故意去 强暴历史 未安户 日本人为什么不找自己的女人 当未安户 日本国家也有一半是女人啊 为什么要找中国大陆 找韩国 找台湾 找东南亚各国的女人去当未安户 有这等好康的事情 为什么不找自己人 各位 小董讲新闻 很多是谎过来讲 中共说 哎呀你们 日本人干下南京大屠杀 既然否认 台湾也骂 是啊 南京大屠杀当然有 怎么会没有 当事人 还有那些杀人的快指手 连日本 都有些人看不下去 去访问 自己做了很多记录 这个史实斑斑可考 现在中共啊 做跟日本人一样的行为 你知道吗 说抗战 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打的 好好笑喔 他们拍了一部片子 叫开楼会议 那个海报上面 毛泽东照片好大 开楼会议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还到给我开楼啊 真好笑耶各位 现在中国大陆强了 有钱了 但是你不能去解释你的历史 你出身韩为 现在长大了 你不能 不能去标准说 哎呀我家过去是一个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的祖先是谁 不必去攀龙呼奉 完全不需要 就这么回事啊 但是你看到 今天中共要做的 跟我们谴责的日本 他是一模一样的 各位康战是谁打的 还用讲吗 当然是国民党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国民党打的 当然八路军也有一点点贡献 这个不用讲 这种历史根本 因为 记载这段历史 不是 台湾 所谓国民党的 或者大陆 所谓共产党的 不是 二次大战 历东是一个战区啊 最高领导人就是蒋介石 为什么整个亚洲 只有他一个人是五星上将 五星上将不是自己可以挂的 五星上将 那如果 如果可以自己挂的话 那菲律宾总统 干脆挂七星六星好了 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 五星上将全世界没有几个 就是因为他 那蒋介石是这个战区的 领袖 指挥官 我们 记载二次大战的历史啊 是全世界 因为他有两大集团 叫同兴国 同盟国跟卓星国 我们是代表同盟国跟美国 英国 法国 这些我们是代表同盟国 苏联 法国已经被 已经被灭了 已经被占领了 被德国人占领了 所以主要还是 中美 那时候所谓的中美英书 大家很清楚 四强嘛 世界四强那时候 中美英书 那卓星国呢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主要是这些国家 所以 那时候两个阵营是对立的 啊这段历史就是二次大战的历史 各国都有记载 不是台湾怎么写 大陆中中共共产党怎么写 不是 各位 今天还有人 还要说我去把它创改去把它怎么样 都是非常可笑又幼稚的行为 所以你说连赛要不要去 我觉得这个时机不应该去 我昨天就很明白的在电视上 我说不应该去 当然不应该去 你现在去 你没办法讲很多话 很多事情会被人家解读啦 就这么回事 有些场合你不适合 你说我不能做吗 可以 你可以做啊 可是不适合啊 有些事情本来就不适合你 你不能做 我义辜行 当然你义辜行 只是 会减损你的地位嘛 连赛 我跟他不错 我也很尊敬他 但我觉得他不应该去 好不尊敬他出来讲 你们这退降 狗金的退降 你如果去的话 就不要领退休后嘛 讲的最简单 因为我们去 变成会让他去做文章 一个形式上 所以 我有时候讲 当你在某些位置 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做 你当优有卡公司董事长 你就不能去弄 什么Portoy 也结议 AV女U 你做的话 被发现你就请下台 待机前不要在那边了 他因为是柯文哲的爱将 在这边可以领高薪 他做了工作 他跟林向凯两个分担 林向凯是谢唐廷过去的爱将 每次出来讲 哎呀嘛 政府经济都差啦 怎么样啊 他号称台大经济系教授 结果呢 现在到柯政府去领高薪 比他教授薪水高三倍 每天哎呀 经济不好 是啊 台灣经济不好 你们最好啊 过去一个人做了工作 现在两个人做 而且还天天被批评 各位朋友 联盛文到余伙卡公司 那么久 有没有被 任何人批评 没有 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他去余伙卡公司 余伙卡公司还赔钱 他一毛钱薪水都不领 联盛文当然 我刚刚骂完他爸爸 但是我 我我我平良心讲 我都就是论事嘛 我跟他们父子都算熟悉 他爸本来不应该去 可是他儿子在余伙卡公司 各位 有没有人骂过他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又不领薪水 余伙卡公司没有赚钱 他进去的时候是不赚钱嘛 不赚钱我不领薪水 赚钱以后我才领 结果他领多少 领半薪 你说他家有钱啊或怎么样 你要讲这样 当然可以啊 AE他或怎么样 但我就没领薪水啊 就像小董 很多人讲我怎么样 我就不拿国家或政府的任何一毛钱 我小董赚的钱就是这样 我不拿国家跟政府的任何一毛钱 政党 政党的钱我也不拿 为什么 我讲什么 你不能说他收了谁多少钱 不用来这一套 我跟你讲 连胜文就这样 余伙卡不赚钱 他不拿薪水 余伙卡赚钱以后他拿半薪 啊柯文哲就是这样 连胜文的工作他派两个人做 这两个人 一年领一千多万 好好笑喔 然后柯文哲 在他出包的时候还钱力相挺 可以这样吗 这就是柯文哲 你只要帮我做事情 你做了事 唯瓦或者引起批评的 我都力挺你 所以 欧赖连胜文 在柯文哲进行总部装窃听器的那批人啊 那批人其实是自己找人去装的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他们 没有事情 而且通通到市政府去领高薪啊 你知道那个找人来装的那个人 他爱薪多少 六万五千块啊 各位朋友 很多 很多吧 这就是柯文哲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灰雷无参 我是董事长小董 我们 其实 今天 沿途上走来看到 很多公司 行号 都摆出了 很多长桌椅 今天7月15 中年 中年我们很多好兄弟 要拜拜啊 我觉得这是 我们民族比较特殊的 中年拜好兄弟 你看那些广告 都很幽默的 电视上很多广告都很幽默的 不要把好兄弟想得那么可怕 赖清德 赖清德今天进入议会 选择一个拜见好兄弟的日子 我也不晓得有什么用意啊 但是 台湾社会 其实我们这几年变化非常多啊 我们很多价值在崩坏 我们可能讨厌很多人 就把自己的价值 跟着一起崩坏 可能讨厌马航九 或国民党 所以他做的事情 我们一律伙认 就这样啊 可能他喜欢李登辉 所以李登辉说 钓鱼台是日本的 我们就同意了 这种人叫做台奸啊 奸得不得了 不要脸 资深媒体人李涛 昨天到全国交易 集处长的会议奖 他感慨啊 很多恐龙家长羞辱老师 他到地方去 十个老师有 有六个不想干 這事实啊 你知道 TPS关怀台湾基金会 这 这么多年来啊 每年都花好几千万或上亿 去帮助很多 偏乡的小朋友 我们跟李嘉童教授合作 然后找大学生在暑假寒假 到山上 去替原住民的小朋友补习 看他们成绩的进步 就是说 那 这 他们 接触了非常多的老师 那李涛呢 他不主持了2100前面开奖以后 他到 他本来做一个节目叫 善跟台湾啊 各位可以上网喔 看他的影片 非常感人 我讲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善跟台湾 善良的善 啊 好 根 那根是 那个根座的根 就我们看到 那些老师啊 很多人讲我啊 老师都很感动 有一次 我们去 一个学校 老师喔 前校学生 有一班以上的人 英文26个字母 被不起啊 老师就觉得很很沮丧 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老师也很努力的去教 可是他们常被家长羞辱 用民粹的方式羞辱家长 这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大家不妨研讨一下 谢谢